大家好 这个地方是甘肃省平良市的庄浪七田 从1964年到1998年30多年的时间 当地人经过两代人的努力 在这个黄土高原之上 修建了98万亩的七田 我身后就说 一眼望不得头 这就是愚公移山的精神 黄土高原秋鹤纵横 过去这边土地比较贫瘠 人也吃不饱饭 从1964年开始就组织当地人 开始上山修筑这个七田 经过三十多年 两代人才完成 现在依然还在扩建 挺漂亮的 也挺壮观的 过去也没有什么机械设备 就是靠独龙车 还有人的肩膀扛 才修筑完成的 为了子松后代能吃饱饭吧 黄土高原的沟 梁 毛 鹤 坡 蛙 岭 被当地人 修筑成了一层一层的七田 好了 找一个地方下去吧 那个还有一些葱庄 这边有点反光 看那都是葱庄 然后一直下去 有路的 我得找一下从哪里下 然后最底下也有葱庄 地里面还种的一些粮食 像玉米啊那些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 国道的边上 这是一座观景平台 这个地方叫赵东 现在在这个位置 七田观景平台 将近百万亩吧 五六六国道 前边就是一个狼亭 再往前就是观景平台 从这边下去吧 挺大的 逛步完 这个地方叫丰台梁 原名叫丰台梁 又叫丰黄山 走近七田 想来这边 如果是自驾 可以导航 装浪 七田生态景区 观景台 如果坐大巴车过来 从 装浪县城 汽车站 坐到 静宁县的大巴车 就可以到 一层一层的 七田 当时累计 移动土方 2.76亿 立方米 把这些土堆成 一米建方 可以绕地球 六圈半 过去的坡地 不下雨 很干旱 掌握出庄稼 如果下雨 又容易被水给 冲走 修这种七田 就是为了保土 保肥 还有保水 防止水土流失 这边没有种啥 下面有种的 这边 应该是果树吧 这些 因为是黄土高原 所以 它有的地方 这些台积很长 有几百米长 有的只有几十米长 地形不一样 层层叠叠的 一直从山脚下 到了山顶 这个应该是西葫芦吧 地里面种的都是这种 好多 看这个下边 能看清吧 全是黄的颜色的 下面也是密密麻麻的 一个接一个 那边还有果树 多不多 全是沟壑 这边也是 这都没人要吗 啊 这都输了吧 这 这应该是过去的老路 这一会儿 还得爬到山上去 那个 观景平台在山顶位置 这还有岔路 主要是它应该还可以浇地 知道吧 这是水井 这还可以浇水 看这边 有棱有角的 很清晰吧 下边的葱庄还不少 这边 那个山沟里面 那边 中间这条 有一条裂缝 应该是河谷 有吸水 其实没必要专门跑到这边 那个 蓝湖镇 那边也是 基本上啊 因为它将近一百万亩嘛 所以面积很大很大 到哪里都能看见 只不过站在那个观景平台上 看得比较清晰一点 沿着小路走比较快 看一看 这是南瓜还是西葫芦 应该是西葫芦 好吧 这个应该是土豆 看那边 这住一户 那住一户 比较风散 好了 各位 今天到了 庄浪 七田 两代人用了三十多年时间 平整出来的七田 挺壮观的 看起来 远观 就这么转一下 得了 形式基本上都差不多 也没啥看的 远观 可能你看见那个绿色呀 绿油油的 还有一些花花草草 挺漂亮的 咱们下个视频见吧 各位